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蓝牙的脉在外面不太好用 所以就坐在车里面来给大家议计这期节目了 请大家多多见谅 那么先从银河L7这台车开始讲起 其实能够看到这几年SUN PLUS这台车 PHEV插混的SUV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以后 国内的几家大厂包括吉利 包括长城 都做出了相应的产品应对 但是都没有收到特别好的效果 所以现在能够看到全新一代的产品马上跟进了 这些产品可能用了新的产品序列 比如我们现在这台车用了新的logo 然后叫银河系列 长城那边也是骁龙 长城那边主打的是Hi-4 全系的平民四驱 而吉利这边银河L7主打的就是基础工了 先简单说一下银河L7用的这套全新的插电混用系统 相比以前有什么样的进步啊 其实它和以前的Hi-X或者Hi-P 包括领克那边的EMF、EMP 它基本上是一套构架的东西 但是很多地方做出了优化 比如现在采用的1.5T的四缸 全新的发动机最高热效率44点多 已经是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了 而且不光是它的燃效 数据非常非常的亮眼啊 本身的动力参数120千瓦的最大功率 还有接近250牛米的一个最大扭矩 也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发动机 当然以前的吉利的或者领克的混动系统啊 它是三缸机 其实那台三缸1.5T也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国内对三缸真的是有极大的敌视 但是用在这些混动系统上 三缸在1600转以后 它们的震动啊什么的工作点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说 如果是那台三缸机进化到现在 我猜啊 也许它的热效率可以突破45% 因为三缸天生的少一个七缸以后 你这些损耗都是要降低的 可能会更高 只不过 现在已经没有厂商会再去 就去试图 做效率更高一点 但是口碑可能非常差的三缸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套混动系统还有一些变化 比如它的驱动电机 曾经吉利的这套混动系统 它的驱动电机功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因为像是长城那边都是130千瓦 像是单挡位的 很多时候工作在增程式的 送plus这样的车型会更大 145千瓦 那么当时吉利的基本都是100千瓦出头 现在稍微涨了一些 我记得是增加到107千瓦 但是呢 它多了一个模式 就是有时候加速的时候 它的GM和TM电机一起 P1 P2两个电机一起用来驱动车轮 同时让发动机是一个并联的状态 然后因为有三个档位嘛 它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转速的话 还能够提供直驱的这种动力的输出 三个动力源 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 好 那么它这个三档叠子体结构呢 跟以前其实差不多 持比以前我跟大家讲过 一档的持比是比较大的 它主要是起步 这段会去用 时速稍微起来以后 基本就不太会用上 如果你是正常的在城里开 起步还是纯电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存在感 它这个一档主要起到的作用 就是在一些紧急情况下 比如很低电量的时候 你要脱困 你要爬坡 中低速 要过一些这种路面附着力 不太好的路段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一档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一档直驱啊 然后二档的持比 其实也是偏小的 二档三档的持比都是偏小的 那么它在一些动力请求下 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我去跑这个迷路的时候 我要提前把车速控制在一个 差不多的区间嘛 然后我会调整一些油门 油门开度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再采油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挡位突然介入 动力又起来的感觉 这种感觉两方面说 一方面可能 如果你开惯了汽油车 它会给你一些好的节奏感 因为你的动力的 给你的输出的水平 跟声浪是完全一比一的 是真正在直驱的 是这样的感觉啊 但是对于开惯了增程式啊 单档位混联式啊 或者是纯电动车的来说 这种感觉可能会让它觉得 以为是什么顿拖 以为是不平顺 其实再次强调啊 真的不是 对于厂商的工程人员来说 把这些完全消除掉 让它像一样增程车 那样去跑也没有问题 但是这种取向 就会相对来说 把它原本这种三档构型 带来的优势会削减不少 那样的话 它的效率就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发动机的功率得到提升以后 它的可用的范围 就是哪怕我转速还是很低 但我实际能够推动车身 能够直驱的这个范围 会比较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一些包括高速的 亏电情况下的动力啊 包括急速的保持啊 包括避免出现 EV收线这些情况啊 这些多档位的DHT 肯定是要占优势的 那么今天实测的结果啊 它今天上午还没有下雨 地面比较干燥的情况下 零百加速 我测的是7.3秒 而且这是我跑了 好多60到100加速之后 跑出来的 据说是昨天还有测出 6秒大几 小7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啊 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同时60到100也有一个明显明显的进步 以前我在测领和EMF说 这套系统在HEV的时候 小电池的时候 面临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60到100这段 我认为最重要的 借到超车所需要的加速度 大概5秒 说慢吗 也不慢 但是确实是要比一些竞争对手 长城那边啊 或者是比亚迪那边啊 4秒2 4秒3的水准 它体感上真的是要慢的 但是到了插混的年代 尤其是现在电池大了嘛 然后同时两个电机 也可以共同驱动了 60到100这段加速非常快 实测3秒5 实际上已经是接近3.0T的水准了 2.0T的 如果是一吨8一吨9这样的车重 基本是做不到60到100 这么快的加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 当时说那套系统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了 如果是插电混动有更大的电池的话 一定会得到弥补啊 现在得到了一些验证 同时这一次也是跟工程师聊天 也有很多之前我的猜测也得到了验证 其实最早吉利的这个三档DHT 它的架构 确实是欧洲那边去定下来 定的比较多的 那么更适合欧洲那边的中高速行驶的经济性啊 包括它的一个续航啊 还有它的一个油耗表现啊 都会非常非常好 那么在插混之后 包括双电机的运作 补齐了更在国内更需要的60到100的短板以后 我觉得这套系统现在表现是 至少在动力方面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冷知识 为什么欧洲那边不太需要60到100的加速 更需要一些急速呢 首先是高速 不说德国那种不限速的高速啊 一般什么意大利啊 荷兰啊 限速120 130 跑的156的 大有人在 而且可能是要跑很远 这样的情况下 急速像是国内流行的这些混联式车 短时间可以 但是电池的电量一低 基本上全都玩完 根本就是不合适的 而且就算能跑 它的油耗表现也会比较的差 但是为什么不需要60到100呢 比如我举个例子 从瑞典一路沿着挪威 峡湾的海岸线 也是类似我们那种国道嘛 两车道 每个朝向只有一条车道 但是它路中间 其实是有一个类似砖头的 马的一个隔离带的 你几些情况可以变过去 否则的话 你是不能超车的 可能开几十公里 你前面有车 前面你也超不了 但是人家的卡车呀 重载的货车呀 人家是不超载的 动力水平都非常非常的好 基本上你跟着后面 就是人家限速多少 你这大车都会开的多少 甚至更高一些 所以是没有这样需要的 这台车的急速 可以跑到241公里 每小时 也能够看出来 它的这方面的取向 包括一些风阻的修行 要想跑到那么高的时速 如果是有电的状态 能冲到 是不奇怪的 但是也是需要 它的风阻系数 什么的 稍微做出一点优化的 很多插混和汽油时代一样 不会花钱 在风阻系数上优化 这台车在这方面 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那么日常行之感受如何呢 刚才有一个城市赛道 各种情况都去试了 包括底盘 立震 刹车 左右脚 你动力和刹车切换的感觉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底盘水平也非常非常的高 相对来说 相比长城吉利 这个最新一代车型 我觉得 比亚迪送plus的底盘 以前我一直说 我感觉没那么差 但是跟这些新一代的车比 确实会显得逊色 此外呢 今天的测试除了 刚才说的加速测试之外 也有迷路测试 而且它迷路应该是 摆得很标准的 非常的窄 很多的时候 为什么我来这些试驾体验 有迷路测试 我都会跟大家一定会说 我说这个只能给大家 大概参考一下 它的姿态什么的 因为我不知道 它摆得准不准 其实我言外之意 就是那个明显摆得太宽了 但是这个是很标准的 迷路测试 70多公里进去之后 它的整个循迹性 可供限也非常好 唯一我个人有点不满的 就是我三个区域 ABC三个区域 A区冲过之后 左打方向 再右打回正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准备 奔着C区第二次 准备再右转的时候 它把ESC系统 把车的速度 降得略微的低了一些 有点影响我节奏 甚至我中间想给它一较油 它的底盘的极限 其实是感觉没有到的 还是有循迹性的 这个是ESC的取向标定问题 这样当然也是没有毛病的 这种迷路测试 不是拼谁通过的速度快 是拼谁通过的可控 不去碰桩筒 这个才是第一的目的性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 蛇行绕桩的测试 但是这个蛇行绕桩测试 老实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厂商要摆 22米桩 22米桩 说真的绕得非常不习惯 一般我们都是18米桩 而且22米桩 我的车速提起来以后 ESC介入以后 很多时候都是我跟ESC 在有点小搏斗的意思了 虽然它早就不会像以前的ESC 一样粗暴的打断我 给不上油 然后甚至这个方向 都感觉有点锁死的意思了 不会是那样的 但是还是 我觉得比较难受 那么说完这些 大概就是对这套动力总成 也是我这一趟来跟大家聊的 最多的点了 大概是这些点了 除了动力总成之外 我觉得这台车用心的地方也不少 首先一个白车漆 白车漆是特别特殊的 我看他发了一个资料 用了特别特殊的配方 而且产能极低的一种 里面的添加物 去实现的这种渐变色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你去买一些 厚贴的车膜 什么的车衣 什么的 也有那种什么白渐红 白渐蓝 但是说真的看着都非常的 low 就是他那个变色会让你觉得很廉价 但是这台车 白色车其实他最用心的一个版本 我估计说不定还要加价 看上去质感真的非常好 真的比较的高级 那么车内 我们这台是白色内饰 上黑下白 前面黑是为了安全性 下面白 看着也非常的居家 很温馨 然后是异形的方向盘 上下比较平 这种平的方向盘的造型会好看一些 但说实话 刚才在一些城市 他模拟的环境 需要频繁的换手的时候 还是没有圆的方向盘 用的那么顺手 这个有一说一 然后在系统方面 他也用了全新的车机系统 都是这种卡片式的界面了 然后流畅程度 比起以前吉利的车型什么的 也有比较大的进步 而且我觉得比较亮眼的 就是他这个副驾的屏幕 尺寸是真的大 比很多车 很多车现在都在做这种副驾的屏幕 但是他尺寸做的比较小 让这个副驾屏幕存在娱乐的 这个功能的意义就降低了不少 因为副驾一般会做的远一些 尤其是你稍微躺一些的姿势 或者什么零工艺做你模式 那你那个屏幕很小的话 看着是很不爽的 这台车的屏幕尺寸是相当相当大的 副驾的这个屏幕 多说一句 只有副驾这个屏幕 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去改的 因为你去弄一些支架 弄个平板电脑 什么的 气囊弹出来 有一些碰撞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包括它本身的一个可靠性 它的一个部件的凸起 什么的 肯定厂商都会考虑的 更加更加的周到的 刚才也去试了 做了件后拍的座椅 也很舒服 然后角度也调节的非常的大 这一点没有像一些欧洲车 尤其是某些瑞典车那样 做的很直 我觉得舒适性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结尾的时候了 到了这里的银河L7的 场地的试驾体验 基本就结束了 我也期待有一天能够进行路试 去感受一下它油耗 隔音 在外面的这些公路上开起来 感觉是怎么样的 以今天测试场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现在这些车说真的 刚才我在跑这个城市 舒适性道路 这种赛道 小赛道的时候 模拟的时候 我就在说 现在这种可能卖的十几万的插混车型 无论从动力上 无论从底盘上 确实做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相比起大概四五年前 可能你十几万买的车 你要忍受双离合的顿挫 小排量发动机的无力 包括底盘的质感 隔音可能也都不行 但是现在的这些车 你说真的和很多三四十万 四五十万 甚至有某些个别更高价位的车 它在行驶品质 整体方面的区别越来越低了 这也就意味着 买那些比较贵的车 如果你是为了个性 为了品牌 或者是为了一些颜值这些的 其实你相应的要付出的代价也更多了 那么无论如何 银河L7这台车 显然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之间 这个价位插混的进入战场的 又一元力奖 也会让大家在这种竞争中 得到非常大的收益 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到了这里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